我希望把工作變成一鍵完成 所有工作 這邊有個考評 有沒有辦法按下去 四個工作完全部完工 然後再切回來第一個 OK 按下去 按這個按鈕按下去 你會發現全部做完了 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做完了 第二個也做完 第三個 第四個 全部都做完了 他已經跑太快了 電腦太快了 應該慢一點 你們才知道細節 才那個FU 不過其實電腦就是 是這麼這麼快 而且他只會越來越快 他不會慢下來的 OK 但不會說像以前發展那麼快速 不過基本上 你 你還是比人工快的太多了 所以做完之後 當然你也可以有個按鈕叫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四個都清掉了 有沒有 所以兩個按鈕 那怎麼做 程式會很困難呢 其實不會啦 比之前你所做的 我們前面講過的 多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 工作表回圈 for 本來for I I不是列嗎 比如說第幾列到第幾列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NAS 那我只是在外面再包一個 從第一個工作表 到第四個工作表 當然未來你也有可能 第四個 第四十個 第四百個 四千個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說你懂得自動化 就可以自動完成 那寫法 我們慢慢 要不決定 先從比較簡單的清除開始 有沒有 這樣全跑完對不對 然後呢 那基本上他的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一定是 插入一個這個程序 叫清除 我們原來是先寫完哪裡呢 先寫完中間的東西 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原來 我們之前寫的是一個 一個工作表對不對 一定是寫for I 等於三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我想已經是可以當成飯本了 然後把拿幾欄呢 我們剛剛做過的BDEKLMN對不對 把裡面的欄清掉嘛 那清掉前面講過啦 就是給一個空置串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是先寫一個 然後複製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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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改其他欄位名稱 那我就寫完了 可是這個時候呢 我只有清除的是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是很多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該怎麼寫 其實這個時候呢 道理其實相通的 那因為我們前面是for I 是用當成列啦 那我後面如果工作表的話 那我就用一個所謂的for S 寫法的話呢 也是一樣 按個TAB鍵 然後打一個for for S 等於呢 第幾個呢 第一個工作表 到第四個工作表 Enter兩下 再一個NAS 然後呢 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呢 我先 這個 你可能在這個範圍確定的對不對 那第二個 就是 你必須要有切換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那我就優標先放在第一個 第一個做完之後再換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所以 要怎麼樣讓優標切到某一個工作表 你就打一個遜值物件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能會多學一個叫SHITS SHITS指的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有點像儲存格嘛 儲存格是Sale 一定加S嘛 就是很多儲存格 那SHITS也是很多工作表 所以它是一個 所謂的工作表物件的集合啦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個 那我要切到哪一個呢 你必須告訴他哪一個 你打一個錢瓜糊之後 他會問你說index index 指的是 第幾個 那當然 我們上面有一個S 1到4 因為我不是不可能說寫1 然後再切2再切3 那我可能要寫很多重複的東西 所以我直接打一個S就可以了 我就看到說 那我就是在那個SHITS裡面 點Slate 你幫我先切到 所以一定會先切第一個 再切第二個 再切第三個 OK 然後呢 切過去之後要做什麼 就做這些事情 剛剛這一切有沒有 那所以你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本來你寫應該是這樣啦 那我的習慣是把它搬到這邊來 搬上來之後對不對 放開 但是他們的縮排有沒有 你FOR怎麼跟他一樣呢 所以通常是把他選起來按個TAB鍵 讓他縮排 就是我先切到 所以這個是FOR S 他會先1嘛 那這邊就進來就1 第一個先選舉之後的話 那把第一個裡面的所有的那個什麼呢 資料 B欄到N欄先清空 那清空完之後的話 最後記得怎麼樣呢 跑完之後 因為他會一直跑什麼 跑第一個 清空 跑第二個清空 一直到第四個清空 可是跑完之後他會停在哪裡呢 他會停在第四個 所以呢 我習慣是再讓他切回到第一個 所以在這個最下面多寫一行 什麼呢 就是這個複製一下 這邊其實這個就怎麼樣 第一個 什麼 點Slate 意思就是說 幫我切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這樣的話呢 我已經就寫完清除了 那其實寫完清除之後 底下的烤瓶 跟清除 只差別這個裡面有東西 跟沒東西而已 有沒有 你會發現底下 其實把清除複製了 然後呢 就貼到底下 那分別把怎麼呢 這個地方 裡面的東西呢 分別 就這樣 其實就是本來 把這個有沒有 這個整個摳過來 按Ctrl鍵 那裡面沒東西嘛 所以就是把 這邊裡面的這個公式 怎麼樣 Ctrl C Ctrl V 或者按右鍵複製也可以 然後呢 切到這個中間裡面來 記得這邊取消一下 不然你會 沒辦法點到這邊來 貼上 可是貼上之後的話呢 我講過了 有兩個 兩個重點 可能要改 第一個 看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雙引號 要改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呢 找找看有沒有 跟他的列號一樣 A3 後面這個參數 不能亂改 主要是他的儲存格 會變 要變動的 那你怎麼知道會不會變動 其實你可以看 A3 點下去A4 哪一個變 你就知道改哪一個了 OK 那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I 還記得吧 雙引號 然後一到中間 ANDAND再一到中間 打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AND前後呢 再加空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這個 把公式放在 Essale裡面的 第二個規則 雙引號變兩個 列號變成I OK 那其他都一樣啦 所以 其他 我就不做啦 因為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 改完之後就長一個這樣子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地方比較特殊 哪個地方呢 因為你貼上之後 最重要可能剛剛講過這個RANK 這個RANK裡面 因為呢 總共會有四個工作表 可是RANK這個合計 總共的列號 這邊是40 可是這邊是101 101 這邊是65 也就是每一個 總列數都不同 哇 那總列數不同 你怎麼辦呢 所以 這個做法 我有寫一個方法 第一個一樣 反正你就先 以第一個 當基準對不對 一樣把它貼過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一樣是後面這個 這個地方 反正就是雙引號裡面對不對 貼上 然後一樣是把這個 這個地方 3一定是改成 這個I嘛 反正看到3就是可以把它改I 那40的話 這個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地方的話呢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 工作表 它總列數不同 所以有幾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上面這個來做 把事實 改成 讓它向下追蹤 哪一列 可是 可能同學 最容易犯的錯 就是說 你不太 知道原理 可是你要把那個東西 放到40這個位置 常常做錯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可能你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40 也是一樣先切開 切開的話是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那本來我們是放I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不是放I哦 是放什麼 一樣先把空白 先 先空出來 再來就是把這個東西 複製貼到這邊來 就完成了 可以看得懂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東西就搬到這個地方 也是本來是放個I 那現在是放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搬到這邊來 就OK了 你只要不要放錯 原來是40 可是每一個工作表不同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讓它去自動去偵測 所以你把這個 把它 再把它複製貼上 那我習慣是拖拉的時候 順便再按個Ctrl鍵 它會有加號 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想說老師 那這邊這麼長一串 這邊這麼長一串啊 有沒有可能拿它簡化 其實另外我有一種寫法是這樣 方法二字 這邊乾脆加一個R R等於什麼呢 R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以後的話呢 後面這個地方呢 都用R來代替 因為我把這個 裡面的數字先丟給R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也是類似啦 就是這樣子過來 那這邊就是一樣 可以怎樣 改成R就好了 這種寫法 是另外一種寫 第二種寫法 尤其是你經常出現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你乾脆以後就把它改成一個R 以後用R來代替那個東西啦 那這個第二種方法其實就多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先把找到總共 比如說40列 先把40列先告訴R 那R就儲存起來之後 那就是3到40 那這邊的話就是M有沒有 然後前的符號 再一個40 它就剛好比對的範圍就40了 OK哦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那最重要還是要自己做過啦 因為如果你自己做出來 我想應該會比較實在一些些 那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完成一鍵完成了 好那試一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把它關掉 然後確認一下 清除 沒問題 烤屏按下去 這邊好像有出個錯 看一下 40 M3 哦 剛剛這個地方錯了 應該是改前面的東西 有沒有 這邊應該是 這個應該M3對不對 然後應該是這個數字 是改前面的數字 不是改這個 所以剛剛改錯位置了 所以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公式 再把它修改一下 剛剛好像啊 改錯了 這個應該是改 這邊有沒有 應該是改到這邊來 那這個3的話呢 應該是放在這邊才對 M3 然後加上後面那一列號 那這個是M的 下 那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OK好 位置 改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 基本上清楚 再跑一下 OK 沒有問題 所以M3 下一個是M4 M5 OK 然後呢 範圍基本上都不會動 那下一個零 零組的話我們看一下 他101嘛 所以他自動抓到101 也不會有錯 OK 然後 半四元的話 他是65 所以自動會抓到這個數字 OK 好 那這個可能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 可能尤其是比較容易做錯的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呢 再把它做一個加強好了 這邊讓各位清除一下 反正這個地方如果OK的話 我想其他應該也沒問題 那我的寫法是先寫清除 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再加公式 這樣以後的話 就可以一鍵完成所有報表了 而且其實應該不算太困難吧 邏輯上我想都是相通的 有沒有 For S 對不對 以後的話呢 你有多工作表 管他有幾工作表 全部都幫我跑完 全部都幫我 後續當然還有 比如說全部合併在一起 或者全部再把它分開 到很多工作表 你就可以自動的 他會 欸 你要什麼 有什麼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範例 等於是多了一個VBA的延伸 雖然你說多了一個東西 但實際上 但概念其實也都是相似的 跑的回圈 那我也只是用一個for回圈 很簡單的一個for回圈 就是讓他可以自動的去 產生到底 你要做的是哪些工作表 1到4 1到4 可是未來當然還有可能就是 你不知道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在蓄詞物件裡面呢 也有一個屬性會告訴你說 他其實總共有多少工作表 所以你也可以 以後反正不管有幾個啦 反正你就是告訴他說 比如說你從第一個幫我跑到最後一個 他也會自動幫你全部跑完 所以其實懂得用一個 蓄詞物件去跑一個回圈 很多事情可以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自動幫你把所有的報表完成 而且以後按個按鈕 自動又幫你全部更新過了 這感覺其實應該是會蠻好的 做事情如果可以這樣子的話 效率應該會大大的提高 基本上最重要是你要先了解 你自己需要做什麼邏輯 先把它切清楚 再來找怎麼樣做的方法 自然來慢慢你的效率會提升 試試看 有關那個 人事考評這個部分 多增加一個所謂的 VBA